你说今年世界杯为什么会在中东沙漠一个小国卡塔尔举办呢 而这件世界杯又是有史以来史上最贵的世界杯 咱来看看之前几次世界杯都花了多少钱 98年法国世界杯23亿美元 02年日韩70亿美元 最近一点的巴西是150亿 俄罗斯是116亿 刚结束的东京奥运会也大概是这个数量级 花了130亿美元 而这件卡塔尔世界杯你猜花了多少钱 人家花了2200亿美元 之前七届世界杯加起来的开销才是卡塔尔的五分之一 所以毫无疑问 这肯定是史上最贵的体育赛事了 他花了这些钱可能比历史上所有世界杯加起来都要多 我当时听完这数 花了好一阵子才把下部从地上捡回来 那自然而然我就有两个问题了 第一你说他怎么就花了这么多钱 钱都花哪去了 第二他为什么要花这么多钱 别急哈咱们一个一个来 首先啊钱花哪了 卡塔尔为了宣传这次世界杯 专门请了贝克汉姆来作为形象大使 这一家子可就花掉了总开销的千分之一啊 全家笑啊这肯定就是忙忙雨了 到底都花哪了呢 首先啊卡塔尔建了八座非常漂亮的足球场 因为卡塔尔在沙漠里啊 那温度是高得吓人 所以这八座足球场里边有七座都配备了完整的空调系统 和非常先进的散热技术 你想想那可是几万人的露天体育场要给你装空调 你说这得花多少钱 而且它不光是给观众席配空调 就连球场上的草皮都配备了冷却系统 每个球场边上都配备了完整的公园 玩酒店购物中心等等的配套设施 但是你觉得这些球场就能花2200亿吗 那肯定no no no 这又不是金子做的 其实这八个体育馆一共花了65亿美元 还不到总开销的3% 你比如说其中最大的这个卢塞尔地标体育场 到时候决赛就会在这搞 这已经算是个顶级的场馆了 但是呢花费大概也就是10亿美元 那你说急死我了 这钱到底都花哪去了呢 我跟你说啊 就这个卢塞尔地标体育场 它所在那个城市卢塞尔 这整个一整座城市 都是卡塔尔在最近15年里边新建起来的 卢塞尔城啊分为19个区 又是商业区 游乐园 高尔夫球场 购物中心 酒店 学校等等 都是在短短的15年里边 拔地而起 而且整个城市都构建了一套 非常先进的降温系统 完全依靠可再生能源来降温 那你觉得建个城市会花多少钱呢 能花掉2200亿吗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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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这个卢塞尔城 大概的花费是450亿 这才是总成本的五分之一 但是你看 慢慢这个数量级已经往上靠了 除此之外 卡塔尔还花了360亿美元 修建首都多哈的地铁系统 160亿建了全新的哈马德国际机场 200亿建了新的酒店 还有各种新的人工度假导 新的购物中心等等 基本上是把多哈 标上大概几十公里 这么一圈 全都重新建了一遍 它花掉2200亿美元 是什么概念呢 你看2021年卡塔尔的GDP 也就将近1800亿 你说它花掉超过一整年的GDP 去搞个足球赛事 可见卡塔尔国王对足球 那可是真爱啊 真爱可没有那么贵啊 而且这还没完 这世界杯不是说 你拿2200亿就能办的 它不是谁想办就能办的 你就最直观的想 卡塔尔这么个中东沙漠国家 又热又干燥 人口才不到300万 它又不是什么足球的强国大国 之前也从来都没有入围过 世界杯的决赛圈 那它是怎么能办的呢 其实后来被披露出来 卡塔尔也是花了重金 去贿赂国际足联里边的官员 才拿到了世界杯的举办权 2015年至少有14名的非法官员 因为受惠被捕 你看看啊 卡塔尔花了这么多钱 这么多人力物力 还不惜贿赂才能拿到举办权 那它真的能赚回来吗 来我们来看看世界杯的收入 一般来说呢 总的收入里边大概 最大头的就是电视转播权 这个大概能有50亿美元 然后呢广告差不多有30亿 门票5亿 乱七八糟别的2亿 加起来呢就890亿 这你听着还挺多的吧 但是 当然我们说这些啊 通通都不归主办国 就不归卡塔尔 这是非法国际足联的收入 嘿嘿 这举办国呢 就只能靠所谓的周边啊 就是什么旅游啊 酒店啊 服务啊等等来赚钱 最乐观的估计啊 卡塔尔经济会在三年里边 带来200亿美元的收益上升 但这还是最乐观的估计 好家伙 那你为了最多200亿美元的收益 要花掉2200亿美元的成本 那这显然是一个极其愚蠢的买卖 所以我们就能得出结论 就是卡塔尔人脑子进水了 你要直接得出这个结论 显然是有点太草率了 人家虽然豪啊 但也不至于毫无头脑 来咱来深挖一点啊 咱一起来分析一下 卡塔尔它为什么要做这个 血亏的买卖来举办世界杯 首先啊 卡塔尔它是真的有钱 它最主要的财富来源于天然气 一个不到300万人口的小国 坐拥着全世界最大的天然气田 而且啊 这个国家有一个非常奇葩的现象 就它人口里边有超过80% 都是外来打工的 真正卡塔尔的公民才30多万 这个呢 就导致了一系列非常有趣的经济现象 这我们下一期单开一期 讲卡塔尔经济 但现在啊 咱们其实只需要知道 卡塔尔它因为有天然气资源 它非常的有钱 那就可以了 就是那种 即使在中东国家里 都算是非常有钱的有钱 但是你有钱不等于傻 对吧 这还是解释不了 它为什么要去举国之力 办世界杯 诶 这就要说到卡塔尔的国策了 你想啊 像卡塔尔这种老天爷赏饭吃 屁股底下有宝藏的国家 它想的最多的 就是怎么能把财富转化成生产力 怎么能让经济体 不靠天然气就赚起来 卡塔尔当时的国王 哈妈的 他还是非常有长期发展眼光的 他在2008年的时候 就提出来了一个国家战略 就我们要把卡塔尔 在2030年之前 打造成一个可持续发展的先进社会 那对他们来说 什么叫可持续发展呢 那不就是摆脱对化石能源 石油天然气的依赖呗 这想法肯定是非常好的 但问题呢 就是卡塔尔它底子比较薄 那国内的基础设施啊 人才教育 这些还都不太健全 再加上本身在沙漠里头 气候也挺恶劣的 所以不管是人才还是旅游 大家都不会想往卡塔尔啊 往多哈跑 但同时啊 它的优势也是非常明显 就是有钱 哎 就这种情况啊 卡塔尔身边呢 其实有个非常好的学习榜样 礼拜呢 就是在50年的时间里边 衍生出来了 自己一套完整的经济体系 成功地在沙漠里边 建起了一座繁荣的城市 靠着像什么贸易啊 商业化 旅游 变成了中东的一个明珠 就很多人一提到迪拜 就感觉是满天的摩天大楼 而石油啊 在它的收入里边 只占到5% 这就已经完全摆脱依赖了 所以卡塔尔啊 它其实就是想走迪拜这条路 你看啊 这是多哈的摩天大楼 你要不仔细看 是不是还感觉以为是迪拜呢 所以啊 卡塔尔它其实从2000年初 就已经准备好了 要大兴土木 来打造一个未来感十足的国家 包括像可再生能源的制冷系统啊 地铁啊 高铁等等 也包括刚刚我们说 那个新城卢塞尔 就用这种方式呢 来吸引外部的投资 外部企业 还有外来游客 你看看啊 这些最依赖化石能源的国家 其实反倒是最注重 这些可持续发展新能源的 是不是还挺逗的 反正啊 卡塔尔就是想趁着自己有钱 能把底子赶紧打好 打底子的同时 也得让别人知道 你在打底子对吧 那你宣传就得跟得上 这个卡塔尔的国王啊 骂得他还想了一个大招 就是世界杯 其实不光是世界杯啊 卡塔尔在最近十年里边 已经举办了超过三十多次 大型的国际赛事 什么手球世锦赛啊 摔跤拳击 包括2023年的亚洲杯 其实呢 他也申请了2020年的奥运会 但是呢 没申请成功 你看啊 举办这种大型的国际赛事 是可以做到 一石三鸟 一箭三雕 一举三得的 刺激就业 增加影响力 和促进旅游业 刺激就业这还好说 因为你同样的钱 不管砸到哪 都能刺激出来一些就业 但影响力和旅游业 就不是你随随便便 投钱就能得到的 这个呢 就是像世界杯这种 大型的国际赛事独有的 你想要全世界几十亿的人 都万众瞩目 期待这个世界杯 然后一开始就 卡塔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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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名字就在 全世界观众的耳朵边上晃 你再加上一些漂亮的 宣传片啊 摩天大楼什么的 大家一看 哎呦 这卡塔尔真不错 那这影响力 不就前一默化的 植入进去了吗 没准下回 你想出去旅游 度个假什么的 一想 哎 卡塔尔不错对吧 不不就去那吧 这不就成了吗 说实话 这个特点 其实适用于世界杯 所有的举办国 但是呢 对于卡塔尔 尤其是现在的卡塔尔 它真的是格外的 需要世界杯 因为它现在正处于 快速积累财富 快速建设国家 正需要大量宣传的时候 所以你看它现在建设 什么城市地铁基建 这些其实都是 他们2030年 那个国家战略里的一部分 你要直接停卡塔尔 花了2200亿 要办这个世界杯 你肯定觉得他们疯了 但实际上 人家其实早就要花这个钱 去打造新的城市 新的国家 新的国际形象 它并不是想为世界杯 花那么多钱 是人家本来就准备 花那么多钱 然后顺便办了个世界杯吧 而且又搞了个 史上最贵世界杯 这不就更好宣传了吗 哎 你看 这样是不是就能 稍微理解一下 它那2200亿了 不过再怎么说 这些重金打造的体育馆 还周边的设施 也是肉眼可见的 有那个土豪气息 所以下一回 你在看世界杯的时候 哎 你可得认真点的 你看那哪是足球啊 那可都是妥妥的照票啊 说到这儿 你是不是就好奇了 卡塔尔他怎么就那么有钱 他经历了 怎么样的王权斗争 又是怎么在沙特 和阿联酋的层层组结之中 杀出重围 哎 我们敬请期待 下一期 这个神奇的土豪 卡塔尔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